这是大唐内卫的腰牌 知道是谁的吗 这是 死在镖国那些内卫的腰牌 杀我内卫的人 是你 绝不是我 难道你说 这些腰牌都是假的 是你 是你把腰牌 放进我的行李当中 你才是杀害 大唐内卫的真凶 我是杀害他们的真凶 那位死的时候 我要么在乐团 要么跟诸位在一起 我有时间杀人吗 可我也和大家在一起啊 你有安平阳啊 他和我有什么关系 你让安平阳指证的我呀 说明安平阳分明就是你的手下 你在镖国杀死那些内卫的同时 又让安平阳杀死了锐利歌坊 和南兆歌坊的那些内卫 这一切都是你的阴谋 我为什么这么做 你为什么这么做 我怎么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做 王子殿下 你也认定我是凶手 其他人哪 埋伏起来 准备抓我 只有我们几个在 就算他们都在 也抓不住你 下元仙 你为什么要杀我的同僚 我没有 那为什么那些妖派会在你那儿 这是苏绝嫁祸的 他才是幕后真凶 现在我就抓住他 问出真相 站住 他才是幕后的凶手 苏绝 说出真相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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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大侠怎么样了 是 还是 重上躺在床上 凌儿可想要红你守在边上 你们不是说只跟他谈一谈的吗 为什么伤害他 小允仙是要杀我 所以凌儿才放剑来阻止他 是别人放剑也就罢了 你们为什么一定要让凌儿来伤害他呢 你们知不知道这一切对他的打击有多大 夏大侠和凌儿有什么关系 不管是什么关系 淑南托 你真的相信 是夏云仙杀了那些内卫吗 那些妖牌都藏在他的包袱里 那也可能是这个人陷害他的 你什么意思啊 你为什么老是怀疑我是坏人呢 我宁愿相信夏大哥 好 来 你也收我意见 我没心情跟你说话 好 没心情跟我说话 那我走 我走行了吧 我跟你说 书南托 别忘了 夏大哥他这一路 救了你多少次 苏绝和叶沙罗也一样救过我 要不是他们 我早就死了 那你想怎么样 你想杀了小大哥是吗 明天把他送到南昭王城 等他醒来之后再问明白 我都不知道他能不能醒来 我记得你不信佛 信不信不重要 不是说心诚则灵吗 你在求什么 夏云仙能活下来 这可不像你 那腰牌是你放弃夏云仙行礼的 是他先针对我 我只是自保 你曾说过这只是为了计划 并不想伤害任何人 小云仙不是我生的 安平阳和宝相寺的乐师呢 小妖还是红霓 告诉你的 那乐师还是你父亲的结拜兄弟 是他们逼我走上绝路的 我也没办法 我记得你还说过 不会伤害舒南图 我没记错吧 担心他了 只是提醒你一下 如果你伤害他 我不知道自己会做什么 舒南图是我兄弟 自始至终都是 我不会伤害他 希望你能记住 你今天说的话 来 老板 那边打电视 他就会让你做啥 其他日子 都会让你当日的 在他日子 有贤 一有贤 都会让你从事 我地说 这里交给我吧 殿下 你先进屋去 我王正在等您 南兆王怎么会在驿站 他怎么知道我今天会回来 殿下不必多问了 进去便知 请 属南驼见过南兆王 都顺利吧 心不辱命 兰马山地助我取得神谷 宝祥寺那边呢 那位乐师给了一本葫芦丝的乐谱 有了这个之后 就差一把葫芦丝 就可以补全标国乐 这个你拿着 你已经准备好了 到了宝相寺 你见过那位乐师吗 我没有机会见到 是苏绝帮我拿到乐谱 这就是那位乐师的葫芦丝 你们出发后 我有些担心 就派了进卫 去宝相寺谈听动静 可是我没有遇到 锦卫到的时候 你们已经在回王都的路上了 夏大侠受伤 不能颠簸 所以我们换了另一条路走 锦卫 到达宝相寺的时候 发现了安平阳 和这位乐师的尸体 死了 谁杀的 我还想问你呢 你先告诉我 夏云仙是怎么受伤的 五极姐姐 夏大侠她怎么样了 她不会有事的 我是因为看见 她要对苏绝动手 我才放箭的 你真的相信她有什么阴谋吗 有证据啊 你就没想过 她是被人陷害的吗 兰马山帝 你是在说我和苏绝吗 这两天我一直在想 如果夏大哥说的是真的 你和苏绝早就认识 那你们究竟藏了什么阴谋 阴谋 我的阴谋就是跟你学标国舞 我处心几率设下无比可怕的阴谋 就是为了学段舞 她醒了 小主 您怎么了 我跟你們倆說過 寶箱寺的事不許說出去 夜沙羅怎麼知道的 夜沙羅知道這事了 當然知道了 我好奇的是 你們倆啊 誰說的 不是我 我沒說過 你們倆都沒說過 那還能是誰 那是我說出去的唄 怎麼回事 我王有令 押蘇菊進界 給我拿下 是是 你們 蘇菊 又見面了 你所做的事 我都已經知道了 什麼事啊 在寶箱寺 岳師清廉和安平陽被殺 你就是兇手 怎麼可能 安平陽是夏雲仙的證人 他一死 就沒人能指證你和夜沙羅 我 殺的好啊 果然夠狠 清廉二叔真的被殺了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這麼多年 我才見了他這一面 他怎麼會死啊 他怎麼會死啊 二叔 你怎麼會死了 沒想到這一面 就這麼永別了 二叔啊 他恐怕不會想到 你會親手殺了他 怎麼可能呢 我怎麼可能殺我二叔 而你大概也想不到 有人親眼看見你動手行凶 沒有 我沒殺人 我沒殺人 不是我殺的 走 走 我沒殺人 不是我殺的 不是我殺的 走 我沒殺人 不是我殺的 靈兒 大唐內衛的人 大唐內衛的人 不是我殺的 為什麼就不能相信我 夜沙羅姐姐和蘇爵 他們都是標國人 他們不會和大唐內衛有仇 就因為我是大唐子民 所以我就是兇手 你不是說了嗎 你的妻子和女兒 都被仇家殺害了 說不定 你的仇家和那位有關 哪有這麼巧的事 那你告訴我 殺害你妻子的仇人 到底是誰 我不能說 你讓我怎麼相信她 夏大哥 你還是說出來吧 你也不想靈兒懷疑你吧 你這樣算是認罪嗎 幹嗎 幹嗎 不合作的是她 但我幹嗎 不是我殺的 老實點 走 我們被殺人 不是我殺的 你還不敢的 謝金 這主張 不死 我懷疑你 找死 哪 是不是 我懷疑你 我懷疑你 你諷疑你 我懷疑你 我懷疑你 饶你不死 我没罪 怎么认 那好 那就只有人头落地了 站住 别动 千万别动 咱们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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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扭 我 不服输 我没杀人 把他拉走 是 走 走 是的 生死之间也绝不改口 或许你真的无辜 南赵王 王 明鉴 先下去休息吧 刀斧临身依旧平心静气 要么他是真的问心无愧 要么他猜到了我这只是试探 那是宋都不欠 那是后者 那这个苏绝可不简单啊 我还是不信苏绝会害我 那个夏云仙呢 我可以看得出他有很多秘密 然后说他杀内卫有大隐漠 我不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自有分寸 安平阳死了 安平阳和青莲月师都死在了宝相寺 他们两个人武功都极高 我们这一行人力能杀他们的只有你 青莲月师把苏绝当成亲人 苏绝想杀他 轻而易举 安平阳呢 小妖红尼联手都未必能打过他 更何况杀他 我倒想问问 我为什么要杀安平阳 你和安平阳勾结 朱杀大唐内卫 安平阳一死 就没人能知道你的罪行 那阅师呢 我为什么要杀阅师呢 你在宝相寺里面杀了人 被月师发现 不得已 只好灭口 夏大侠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既然你们认定我是凶手 我没话可说 我要说的是 这一切都是苏绝在背后搞鬼 你信不信 他没有理由这么做 那我有什么理由这么做呢 夏大侠 我就问你一句 你敢不敢 以你死去了家人的名义启示 说你随月团前往长安 没有任何秘密 只要你敢这么启示 我就信任你 雷泽 我去长安 是有事要做 你要做什么 报仇 当年灭门之仇 怎么能敢忘 你的仇人是谁 你为什么一直不敢说 如果是你的王岐 在九泉之下有之 看你连害他的凶手的名字 都不敢说 岂不心寒吗 谁说我不敢说 害我发习身亡的 就是当今大唐天子李阔 夏云仙啊 夏云仙 原来这就是一层的秘密 原来如此 你想随月团前往长安 为了世界陷月之机 进入大明宫 刺杀堂皇 可你有没有想过 这样一来 大唐与我飙国 必将引发一场战乱 放心 杀他之前 我一定会暴露身份 不会连累你们的 你一个游侠 面门的仇敌 怎么可能是大唐天子 这与你无关 好 很好 夏大哥不是这种人 他已经亲口承认 不相信 你去问他 就算他的目标是自杀堂皇 可他始终没承认 飙国的那位是他杀的 不是他 还能有谁 你想怎么做 夏云仙暗中行凶 罪大恶极 但他是大唐子民 理应由大唐大理寺定罪 没错 他杀我同僚 必须把他带到长安受罚 待他同行 夏云仙武功高强 如果他伤好了 谁能是他对手 你怎么能保证他不伤人 乐团一行 会有一辆马车 专门留给他 用铁链把他绑住 这恐怕不到保险吧 夏云仙武功那么高 万一他在车内 用力把铁链挣脱开了 那就不好办了 不是吧 殿下 你们要干什么 夏云仙武功盖世 为了让他不再有任何威胁 只有一个办法 你们要穿他的琵琶鼓 这也是我王的意思 为了不影响现月疫情 必须这么做 等等 穿了琵琶鼓 他整个人就废了 如果不这么做的话 他真的到了长安行刺堂皇 就很有可能引来西南战乱 我为了飙国百姓 不得不这么做 你们全都这样看着吗 夏云仙是条猛武 不这么做的话 他随时出来伤人怎么办 我倒是很想阻止 可这是王子殿下 和南诏王的决定 我阻止不了 灵儿 你也不阻止吗 他杀了那么多大唐内卫 夏云仙 罪有应得 你不打assen吗 习惯王女 我子殿下 求你别这样 我子殿下 不要这样 让开 不行 不行 我让你让开 把他脱开 朱拿驼 你别忘了夏辣哥救了你多少次 朱拿驼 那是因为他想要跟着乐团到长安行刺 夏云仙 你不要怪我 我不可能让你破坏我的计划 朱拿驼 你冷血 夏辣哥 夏辣哥 这种事 你们就别看了 苏南驼 你真的下得了手吗 夏云仙 苏南驼让我转告你 如果你愿意以王妻的名义起誓 放弃自杀堂皇的计划 便可免去皮肉之口 灭门之仇 怎能不报 大唐天子 大唐天子 我杀病啊 苏南驼 你听见了吗 这就不能怪我了 夏云仙 我也是为了彪国的安宁 动手 你不须怪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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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痛快 不要 殿下 火王吩咐的事情已经办妥了 传了琵琶鼓 飞了武功那又怎么样 敢带我去长安 我就敢拖着铁链进大明宫 拿下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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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舒南多 你就是个猫鬼 你以为我愿意这么做 我也是为了献月大业 看清了吗 看到了 铁连船的位置正好是琵琶谷 夏云仙一身武功 终于是全废了 不管怎么说夏云仙 是条汉子 你难受啊 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夏大侠 记得他一路上救我性命 哪怕他要杀的是我 我都不会这么做 可他要杀的人 是大唐的天子 这等于是要断了彪国 和大唐的和平之路 我不想 可我不得不这么做 这一切都是为了彪国 为了大局 为什么他要这么做 为什么要逼我 这些都是為了, 什么人 这些都是为了 非洲人 世人 真是 良药 只能做 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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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们千里迢迢赶往长安 为的是两国之间和平的大事 我不会因为他而冒险 夏大哥 喝点水吧 谢谢你 来 到了长安 夏云先怎么办 把他交给大理寺判决 我会为他求情 他毕竟救过我很多次 你也没有想过 如果他是无辜的呢 无辜的 那他行李里面的那位腰牌 怎么解释 我只是随口一说 他已经亲口承认 他要自杀唐皇 能干出这样的事 除了他 还能有谁 夏云先为什么要杀唐朝皇帝 谁知道啊 这些难召兵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再让它咬下 那都有无法调 不过来 等会 愿意 再留恺 再九产 两亿 三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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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明白 孙男拓必死 这么说 想要刺杀王子殿下 土林是最后的机会了 如果我是加罗娜 我会在土林完成最后一次行刺 可 可是现在 夏云仙被穿了琵琶鼓 如果加罗娜他们在土林埋伏 那我们该怎么应付呀 土林有座驿站 深眉尾的猥琐 土林是分隔南兆和大唐边境之处 所以内卫在此处立了驿站 由内卫常年驻扎 随时准备传递讯息 此地名义上是普通的驿站 可事实上是由精锐把守 只要我们到了土林 有这些内卫在 殿下就是安全的 所以 殿下完全可以放心 加罗娜会不会先对驿站下手呢 不会 外人社不知道这驿站是内卫猥琐 只要我们到了那儿 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不会出任何意外 掩藏尸体 舒弹拖就要来了 就要是 可事实上就是 那个人在另一边 试试 那些人 还不正好 老舵 想要有机会 说 把笔币昔一回起了 飞了 吃了 小舵 我也不决了 直接 inator 武林 今天晚上 有南昭禁卫保护我们 很安全 大家安心休息吧 散了吧 那夏大哥怎么办 会有人送水和食物 就这么锁在车上吗 夏大哥 我帮你把铁链锯开 咱们想办法逃走